这是江湖中最匪夷所思的地方 传闻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没有什么东西你是买不到的 小鱼五人为了寻找明月公主 暂时来到了一楼歇脚 紫妍和东尾两人 刚刚进入一楼便张大了嘴巴 指着花园里的花难以置信 是七星海棠啊 原来这个就是七星海棠 七星海棠是怎么回事 七星海棠是一种非常稀有的植物 花香轻易 静心灵神 炼制过后是极佳的解毒药品 不过我只在古书上看过 听说已经消失了很久 紫妍表示长春对了一半 这种七星海棠 他们明月公就有 明月公主最喜欢七星海棠的花香 可就连他们明月公 也只有几株七星海棠 而一楼却有一大园子 足以证明一楼的不简单 随后小鱼等人继续前进 来到了一楼的一场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拍卖的是一个小女孩 拍卖的价钱竟然是以月为单位 让小鱼五人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三个月 这位无名客官叫价啊 三个月 还有没有比三个月 更高的价钱 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男公红小妹妹 就属于这位无名客官的了 一名刀客用三个月的价钱 拍下了这名叫做男公红的小女孩 而台上主持拍卖会的女人 就是一楼的楼主朱小彤 朱小彤见三个月一出 再也没有其他人竞争 当即宣布由无名刀客拍下男公红 这位客官 以三个月的时间 投得了男公红小妹妹 换句话说 她必须在三个月期限之内 替男公红小妹妹 长出杀她全家人的凶手 否则这位客官 放在我这里的五十万两押金 就全属于男公红小妹妹 我一楼朱小彤说话 向来散话 交易结束 朱小彤宣布交易结束 台下的众人纷纷离场 唯有紫妍和东卫一脸不解 搞不懂这拍卖会的规则 机智聪慧的小于文言 解释四个月前男公世家被灭 小女孩男公红是唯一的幸存者 男公红通过拍卖自己 让江湖人士替男公世家报仇 所以时间越叫越短 那为什么要投她呢 当然是为了男公世家 不可离过的家产 这个世上 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买卖 这位小兄弟 确实是一位聪明人 一点就明白 一楼楼主朱小彤找了过来 与小于五人交谈了起来 令人震惊的是 朱小彤通过知言骗语 便猜出小于和无忌两人 是武林神话之后 要做东招待五人 小于五人对朱小彤也很有兴趣 追了上去询问起一楼的性质 朱小彤告诉小于五人 一楼的意就是交易的意思 只要是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金银财宝神兵利器 这类有直接价值的东西 还有人的性命 一种绝活或是一个念头 只要有人愿意出嫁 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 正当小于五人听的入神之计 一道熟悉的人声 从房间内传了出来 长春和紫燕三人相视一眼 立刻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找到了失踪多日的明月公主 明月公主似乎是失去了记忆 根本不记得紫燕和东维 并且她的性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像以前一样高傲孤冷 而是变得热情无比 还特别喜欢金银财宝 明月公主现在的名字叫做小兰 她解释自己欠了朱小彤很多钱 这才留在一楼伺候客人 长春替明月公主把脉 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她为月无宣打断了其间八脉 所有武功见识 而八脉跟脑相连 所以她的记忆全失 甚至连性格都变了 那能挣好她吗 长春文言念路为难之色 按理说八脉其断无药可救 虽然明月公主功力深厚 尚有一丝生机 但是长春暂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先待在一楼观察一些时 时间来到两天后 小鱼做梦梦到父亲江飞鱼 不由地从梦中惊醒 将一旁的无忌给吓了一跳 江飞鱼被食邪恶人收养 自小在邪恶灵中长大 邪恶灵就在一楼的不远处 小鱼却不敢进入邪恶灵 因此认为是江飞鱼的鬼魂 再提示他不够孝顺 别想那么多 赶快睡一觉 我好困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